我热爱苏菲这个角色是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打破你的拘谨 然后你可以做所有你想象当中你愿意去做到的 跟喜剧有关的东西 大家看过张吉的片子当中 看过他很多面 他在非常幸运呢 又会让大家看到很多新的惊喜 千万别让我游泳 它是一个幻想的战略 Sophie遇见James Bond 它变成了一个巨大战略的游戏战略 其实这个战略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角色是一个喜剧 又是一个亦正亦喜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设计之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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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是在挑战一些新的东西 去 买品 你傻人了 不是